字幕志愉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 又一个星期 英伦Note 在上星期,英倫Loti仍然有英國女王 想不到一個星期後,英國就變成英國國王 方展博你好 大家好,歡迎來到英倫Loti 早晨晚安,午安全部齊 我感覺到很悲哀 上星期我們還在說 雷王握手時,雙手比較魚,我們很擔心他 嘩,口未完就已經巨聲韻落了 可以這樣說 他又回到天上的家,和王夫 和他以前那麼多代的哥基仔 很開心地過一些安靜的生活 不用再被國士去煩憂他 當他離世的消息出現了之後 在我腦裡,因為我看過一些紀錄片 是 當他登基的時候,就是二戰完了 是 二戰完了登基的時候,他承諾了 是服務國民直至去死 是 他兌現了這個承諾 每次我想起這些畫面,我都是有點眼濕濕的 你可以明白到什麼叫做鞠躬盡水,死而後耳 即是他竟然這個八個字的中國的形容詞 竟然靠一個西府,一個外國的女王 是做到捉了給大家看 那似乎橫觀我們中國的歷史裡面 真的好像沒有什麼帝王 就是鞠躬盡水,死而後耳 但是呢,就是多那些什麼 淡淡兒歌,聲色犬馬,走肉過渡 那些就多了,老友 精盡人亡,這樣 沒錯 誤信方氏,誤食靈藥,那些 那些就很多 眼睫不保,那些 那些就多了 我覺得是很佩服他的 還有這個時間,這一集內容 因為我本身對歷史也不是非常深究的人 但是整個成長期間 都在這個港英殖民時代 其實對英女王的關係 或者是了解 比較上是有一種親身的感覺 也理解到大家對於英女王的世世 其實是會有一種情感上面的牽動 始終呢,雖然我們讀書的時候 英國就沒有迫我們要了解那些 Britain Current Affairs 沒有說一定要熟習英國的國情 也沒有說要迫你了解英倫三島 Exactly那些經道,緯道是怎樣 英國的,即是那些黃色的 Hierarchy 那些Family Tree是要怎樣的 那些根強我又不需要你學 是吧? 近代的英國史 只有一種二次世界大戰打落 英女王面對過什麼的危機 包括邱吉爾第二任做首相 蘇伊士運河的爭奪戰 是吧? 即是以色列立國 接著是冷戰 Killik Clark 那些是英國怎樣去參與 怎樣去面對 怎樣去經濟衰退 工黨上台 我們完全都不需要你 其實原來當你長大了 了解英國的近代史的時候 其實英女王在整個過程裏面 還要面對所有的殖民地去獨立 創立英聯邦 明知道那個輸人不輸陣 怎樣去做法 明知道這個國家就 人衰稀醜,沒有朋友,倒下 即是一個昔日的一個強國 變成了一個二三流的一個國家的時候 即是怎樣去遭遇面對 即是Dying Gracefully 即是我覺得在整個過程裏面 而他做得算是這樣的 即是失去了一些事情 但整體現在英國的軟實力 英國的文化 英國的形象 很靠他 在這個帶領之後 build up 回到 即是大家都一講起英國 講起文化歷史 講起藝術音樂 講起足球 講起占士邦 講起占士邦 講起昂斗先生 之前也有北文山 即是多少英國出產的軟實力的東西 無縣忽屆地影響這個世界 是啊 他 即是整個當政的年代 即是當政其實不是政治 他作為女王的年代 其實地球經歷了一個很大的變化 而且他在位這麼多年 變化的幅度是遠超人 即是一個這樣的年紀的人的想像 沒錯 但你會看到他維持過皇室那個 即是 叫什麼 維持過皇室 維持過英國的 軍之下編制度 軍之下編制度 團結 其實他做了很多事情 是超前部署的 而且他會看到一些 都是那四個字 文心 所向是什麼 他就會有一種去安排 我會這樣看 如果你換轉其他國家 觸覺非常敏銳 你換轉其他國家 包括你講一下 就算法國 你講一百多年前 已經居倫了六月十四 幾百年前 即是你當皇帝 六月十四 應該是 十六 六十四 六十四 就是搞到國家 窮車極恥 揮霍目暴 應該是六十六 直上段台 如果我沒有搞錯 是 如果說錯了 網友就吵架我 是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都看到 做皇帝 其實那個風險度 非常之高 你怎樣可以在社會裏面 一路進步 一路是民主的過程 一路平衡 而別人又繼續敬重你 其實是一個很高難度的事 即是你現在看到一個很近的地方 他都想做皇帝 已經未能坐定 已經是被人吊得反轉 十年的期間 大家已經 如果恨不得 如果有一個 有一個 有一個 木頭公仔可以用來 下水咒的 一定會釘勾他的尖 對不對 那些英文叫做 Wu Tu Do 那種 插執就是那些 插執就是那些 我一定會釘勾他的尖 問題就是 幾能難度高 而他又可以做了七十年 然後 走的時候都很雍龍華貴 你會覺得他是 你真是一個強人 這樣 是很難得的一件事 這個就是我對英雷狼的看法 和個人感受 我是向他致敬的 其實很難的一件事 你想一下他 即是 年近一百年 即是在地球上 但是你有很多的 時代的變化的事 都難舉不到 即是你由Radio年代 變成TV年代 由TV年代 由TV年代 變成互聯網年代 所以我 skipped了一個全球衛星廣播的年代 是吧 接著又發電郵 即是玩Zoom 即是玩這個互聯網 即是他的孫仔 哈利 我還記得那時候教他上網 你們還記得那一幕的 的documentary 的歷史片段 即是兩婆孫 兩爺孫 在那裡分享 即是上網 看那些短片 K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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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一個老人家 真的很與時並進 不是因為他 我自己得高望重 年紀老邁 我不需要接受新事物 即是 我一定要繼續跟著這個時代 知道現在國民 喜歡什麼東西 世界怎麼轉 怎樣去cater 他自己 保留一些不變的value 但是 將他自己抱一個開放的態度 去迎接這個世界的變遷 我覺得這件事情 就是很重要的 是啊 透過這個互聯網 其實那個資訊 已經去到一個 無緣分界 還有沒有了那個 時差的情況 其實你作為一個管治者 或者一個叫王室 你一個這樣的機構 其實是很難去做公關的 因為一旦有一件事 一個畫面 就已經全世界知道 你選不到畫 沒有時間去做公關 但是他們仍然可以在 就是過去這十幾年 二十年 一路去改進到 他 就是和大家那個 叫公共關係 或者那個王室的形象 他都做到 我已經覺得 如果 就是作為KOL 你應該要擺一個神壇 就是 啊 英女王 沒錯 沒錯 他師最厲害 是這樣說的 其實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關鍵 你可以明白到 其實他很清楚他自己 他的 role 是 只不過是另一個碧銜 你一個Beatles 另一個 David Bowie 是不是 另一個 英國裏面的 一些icon 就是他只不過是英國的女王 而這個icon 就是代表整個國家 就是不只是那一代的人 那 就是他作為一個KOL 作為一個idol 作為一個icon 就是這一方面 怎樣維持黃色的形象 君主立憲制度的這個 這個正宗的 正宗的君主立憲的 含穩致遠 是吧 就是英國的國格 是吧 就是要 那個底線 那個的 Fat Bearer 就是 持其手 是吧 就是他做到是加零一了 是啊 沒有話可說 真的 完全是 肅立致敬 沒錯 播手國歌 今集我不說話 播國歌好嗎 當然不好 大家網友 就是已經很難多東西聽 還要這樣阻止大家 我自己會走轉金鐘 是 身處在網上 是 那就是 如果大家想見我 就自己看看 誰是其中一個 哈哈 那你不停地大聲介 認不認得我的聲音 認不認得我的聲音 看看你有沒有認得你的聲音 你就是方展榜 是啊 這樣 那你需要不需要 跟那個網友 曾經有個網友公開呼籲 希望可以加你Facebook的網友 那幾句回應一下 很抱歉 網友先生 或者網友小姐 我知道你 就對我 就很有這個 進一步了解的興趣 但是 外於 我工作的身份 就真的有很多 很多 客戶 是前身的 如果他知道我 是這個身份 他會感到很不安的 嗯 我就遺免影響他們的不安 所以我就 就不方便公開身份 我自己個人本身 真的認識的朋友 可以說一下 但就不要在這些位置那裏見樣 啊 抱歉啊 我也尊重你 慢慢來吧 他早上一天 都可能會出到 這種櫃 這種櫃 那我這樣說一句 就是我很怕 那些人 就無頭無面 但是之前方展榜 都跟我解釋了 而現在的節目 就是我和方展榜 一起做 就是換句話 經我的腦袋 我承認了 我就肯定他不是 他也不會有 怪力亂神 也不會有任何的事 就是滿足他自己 一己私欲 就像英國 英女王那樣 無私奉獻 所以 在我出我真樣 有些什麼 方展榜所說的 都是我會 持有一個 的責任 因為我屌得 別人那些 星期二 又或者那些 無頭無面 那些 我當然要維護 我們自己的台裏 所有說話的權威性 credibility 和可信性 我也希望可以 令到大家更加安心 我也想認同 大家 給予面 體諒 我要顧及我現有的生意 或者客戶的個人私隱 避免他們不安 主要是這樣的原因 好 那我也要講講 今個禮拜 就是女王走了之後 這個金鐘 這個英國領事館外面的人龍 就算三十幾度 大家都可以想一下 就是 是什麼一個解讀的方式 三十幾度 香港有史以來 最熱的星期 這個九月份 是吧 接著又戴口罩 還要是排長龍 在一個烈日之下 曝光 加上現在爭抽奪鼠 就是空氣就很混濁 空氣又不太流通 沒有什麼風 這樣的曝髮 仍要排三個小時 希望可以在女王的臨前 去鼓鼓 或者是送雜花 或者是簽個這個吊燕冊 你怎麼看呢 如果在當權者 就是現在那些鄰近地區 就是霸了香港裡面的乾弟 新一代的殖民者 就是他就只懂得說 別人的殖民對香港不好 我就覺得不知道 這個殖民者對香港有簽搬好 詳情可以留意 我今集的這個 《露了香港的Morning Glory》 就知道我怎麼解讀殖民主義 這一樣的東西 那麼現在這一群的殖民者 就當然在香港裡面 就只有剝削 就沒有付出 更加談不上任何的興建 是吧 就是他怎麼看 這麼多的香港人 心懷前朝 對一個勢去了的女王 都要受這些皮肉之苦 就是放下工作 不去找銀 不去追女 都要曬三個小時去鼓鼓 展博兄你怎麼看 先問心所向 這個是重點 最近這個有線新聞 就刪除了一個 LOW TV 應該是真的 對不起 LOW TV 對不起 我睡得少 說錯話 我們是看LOW TV LOW TV 就有一個最原始的報道 就是訪問在場的人士 為什麼你們排隊去 民心所向 這個報道就刪除了 越刪除了 越刪除 越是民心所向 很簡單 我不想長篇去講 就是這個意思 什麼叫民心所向 就是你心越誠服地去尊敬這個人 而他走了 你是去表示一些敬意 是不用弱其他人的自己作用 是 自發的 是 自發性 而又剛好有這麼多同路 那就排隊 人排你談 我們都OK 問題就是 到最後的時候 你沒辦法去講到這件事 英國領事館派錢 就是 你怎樣 這個是去中國銀行 去拿錢出來的 對 那些男士朋友 經常都講派錢 現在的問題就是這樣 最大的問題就是 有一個人在暑房 去釣熱 我也不知道 這件事是怎樣說的 那件事 我覺得是可以解讀的 子博兄 那個人在Facebook裡面 唱衰英國 說到英國一民不值 但是全家 就拿了英國的奶水 英國的好處 如果不是英國人 在山東 draft他的父親 做港督府守門口 他屎都不能吃 今天在山東裡面 砍油 又或者砍死媽媽媽 那些家人 就可能發生在家庭裡面 那就是 跨越政見政權 就是這個悼念 普京都去悼念英女王 那樣 所以他們都覺得 這個是放行了 所以自己去 上有好者下 必有甚然 有一天 習大大說 什麼 心切慰問 做人出來的時候 他們出去跪 會有機會 神經病 神經病 到底他是不是真的 重心 整件事 好 我自己覺得他可能有些 幸災樂禍的心態 看看英國 樹倒緩宣散 是吧 我們現在又不去拿 景堅震慶 這樣的心態 是吧 至少 他可能那個人太孤直了 老婆和他就貌合神尼 子女就看他不順超 走出街 就被人撲屎 是吧 就是個個都不交妥他 那就是唯有搏 這個存在感 就是搏健步 這個問題 我們越屌他 你也知道好像那些變態 那些SM 你越到那條皮屁 去救他 他就 Come on baby 做得非常之好 你想想那條狠 穿那些一身的皮衣 是吧 穿魚網絲襪 跟著呢 就喜歡被人 拿一雙高跟鞋 斗鱗 穿那些 踩去左邊高遠 隱隱叫動 但是叫動起來 有一點點歡愉 歡愉之中 又有一點點 這些的 聲西連結 那種的 享受痛楚 帶來給他的快感 你明白嗎 那這個 當之無愧 就是識Oman 是呀 肯定是識Oman 話說 那個事件 就是送 就是 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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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英雷王的過身 過程裡面 有很多 公眾場合 那些人 就大叫 安德駱王子 大叫 識Oman 這樣 就被警察 帶來了現場 這樣 但是 那個識Oman 這個就是一個傳聞來的 但事實上 我們這個香港的識Oman 就是大家公認 他是識Oman 神經病的 我這樣看 那件事 當然 安德駱王子 是不是有做了這件事 就是 我們不深究了 那就是 因為這些交給其他的人去判斷 因為庭外和解了 是吧 就是 他究竟是自己身有事 還是不想這些勢力的 PR 繼續去糾纏 但是 英女王呢 都將他 免除了所有軍務 是吧 不需要有任何的 王子 王室要有的 就是 那就是 tell you something about it 好了 但是 是不是不可以叫他 做識Oman 那我就覺得 不是的 但是 要明白到 今時今日 大家要 pay 一個 respect 不是給英國的二王子 是給英女王 就是 你搞個場 踢個場都好 你看看什麼場合 沒錯 這個場合 不是代表著 安德駱王子 這個場合是代表著 英女王 那你在場裡面 很簡單 你去到送笨 見到親戚 你真的很討厭 在那裡打 但問題就是 你不合適 做那件事 對嗎 我會這樣看 就不是說 那些人叫 是不對 或者不行 不過 大家這麼成年人 去看這件事 是有個事 有分輕重 兩害取其輕 那些情況 那你可以在 9月19號 英女王下葬 之後 9月20號 在安德駱王子的 官邸門外 在一個公園裡面 大叫聲 Angelo You are a sick old man 是不是 沒有問題 是吧 英國是給你的 自由的 在客觀上 我們會這樣去看這件事 我就不是欺負哪一個 或者怎樣 這樣 但當時 當他喊的時期 都有一些皇室的支持者 就叫 God save the king 不停地叫 去掩蓋 他這個 Angelo You are a sick old man Disgusting 這些評論 好了 展博兄 問題就帶他去第二 你覺得這個 查理斯王子 現在變成查理斯三世 三世 究竟 他夠不夠能力 拍力 去背這個大旗 英雷王走了之後 他可以頂住這個王室呢 這個事件呢 基本上是民迷 和民迷級數的內容 我坦白說 其實王室遇的挑戰 是每天都出現的 是是是 因為他那個 軍主立建制 其實是有很多的衝突 在社會裏面 而他又一直 英雷王可以在平民裏面 衝突裏面 拿到他自己自處 這個就是技術 就是他們本身對於民眾的民心 所向的前瞻性 你問一下 是不是查理斯王子 可以做到呢 其實我覺得是王室 已經成為了一個 整個是一個機構 有智囊在裡面 怎麼看這件事 只是問題就是 換轉是用查理斯三世的身份 可不可以去演繹到 王室的存在價值呢 這個問題反而是這樣 就不是查理斯三世可不可以做到 大家說 編劇和導演一直都在維持著 演員換了 這件事 那你問我演員做不做到呢 我們太早評論這個演員 就沒有辦法 但是有時候 老友 這套戲 一樣是韋家輝做編劇 這個的 杜其鋒做這個的導演 方展駁 是呀 方展駁 就由這個劉青雲 變成了歐陽銘權 去吵 但是這個的 歐陽老我 他扮方展駁 又不聽 杜其鋒怎樣 韋家輝的劇本 他又搶著 是不是 就是加了一些 有這樣的擔心 現在還沒有演出的 是呀 但是我擔心會這樣 最新近的東西 他已經搶了一支筆 他已經搶了一支筆 是啊 還有我覺得 這一件事件 說回一點點 就是 他登機那天 簽署這些文件 就搶了一些 士叢那些閒雜貨 在桌上 然後 今天就簽了一些文件 在Scotland那邊 又說 知不流蜜水 那我覺得很奇怪的 展望兄 究竟是否那些士叢 其實不肯托他 玩糕他 你明不明白我的意思 玩糕他之餘 還要搶了你 給柏林埋片放上網 大哥 流了出去 我覺得 英女王的那個人詞 就終究壞了一些人 他永遠都是 怎麼說 打完場很厲害 英女王 他見慣風浪 哪些事值得去做 哪些事不值得去做 但王子就是王子 他從小到大都是 含著金鎖匙出生 是 周圍的人圍著他轉 突然間有一樣東西 你有沒有看過那個 金匠米 那個廣告 大笑 老Derek 是 拍桌那一刻 要有枕頭 那種 是 是 現在他就是拍桌 你又枕頭也不肯扔 還有一條 告訴你 哈哈哈哈 閹閹大笑 他是閹閹王子 這個問題 他可能 本身受到那個教育 或者那樣東西 很多東西有standard 在 而他心目中的standard 是他有一種執著 那他就會 贏於識去說 那你說他對還是錯 就要再看 因為他會檢討 那些事回去 阿黃子 你那天吵得狠一點 是嗎 有嗎 或者你吵的時候 你用另一個字眼 好嗎 他就會慢慢地改進 換轉你英女王 當時年輕登基的時候 都很多人在街上 應該 這些事件 是要有一個磨合 還有現在 這個過程裡面 大家都沒有空 去管那麼多住 因為主要就是 那些屍骨未寒 那種感覺 剛剛才來 大家有這種包容 那他就犯錯了 陳祖 那我也對他一種包容 說真的 你七十三歲 你又在 剛剛死了媽媽 不停去奔喪 又要走魂英倫三島 又要走出去 面對群眾 又要聽群眾的說話 又要看別人的鮮花 又要導演卡 又要讀了一些訊息 自己又要給發言 又這樣又那樣 又開會 其實我懷疑 他也沒什麼時間睡覺 登基一次 是 他登基一輩子一次 是吧 是 但是呢 搞那些親人葬禮 近期就搞兩次 是 近期就搞過一次 其實他也很坎坷 是啊 這麼段時間 一年鬆一點 爸媽都走了 是吧 做了孤兒 你想想多慘 不過呢 我有一個信心 其實我反而反過來說 我覺得卡米拉 是真的有一個 給了她一個 持無形的情人的支持她 就是這個女士 這個皇后 我絕對現在覺得她那個 很明白她 很體諒她 可以忍受她那些少爺仔脾氣 沉得她很開心 貼貼服服 可以服侍得她舒舒服服 which is 大安娜 就有些趕女感覺 你明白嗎 姐姐這麼漂亮 姐姐有這麼多人看我台戲 是不是 我有這麼多光彩 你又廢柴 那你們幹什麼呢 就是 卡米拉很明白她的存在價值 她的存在價值 就是要令這個皇帝 或者以前的皇子開心 皇子開心 她又有運行 皇子開心 就是她的工作 但是這個大安娜就搞錯了 我是這個傳媒焦點 我是要銘光燈 我的這個光芒 甚至要蓋過這個英女王 所以她就提早落幕了 玩完了 我最記得 表姐你好東西的第二集裡面 鄭玉玲學會唱卡拉OK 卡丹哥開心 今天唱的那首歌 就男聲又唱 女聲又唱 什麼東西都唱了 那個位置 就十足十日大王娜那一刻 哈哈哈哈 跳舞都發白了 是不是 什麼東西都唱完 這樣就出事了 是不是 這樣就出事了 整件事 搶完之後還要說 其實那個focus 不是在皇室裡面 那件事多嚴重 即是有些災難的東西 現在你看一下卡米拉 大家那件事就是 主角出場 他弄一隻手在那裡閃閃閃的那些 那種 真的試一下 真的試一下 那支筆是否真的漏脈 如果真的有漏脈 那他就確認皇帝 真的 屌人有理 是不是 你看到他做事的層次 的情況 那都是打獨施書的 就看看一個軟一個硬 就是 是啊 幫他疏理 那些事情 整件事順暢 我覺得 英國維持這個君主立憲制 也都是說 他的民主進程裡 是一個成功 那我覺得 是一套事情 不可以說 你挑戰他 現在不需要皇帝 這件事 我覺得 很以偏概全 大家慢慢來 那我覺得 展博兄 在現在這個時勢裡 人欲還留 道德敗壞 是不是 性別混亂 就是 人就是崇尚這個縱辱 不懂得乞己 就是 不知道什麼叫做無私奉獻 每件事都是說這個私利 就是 如果你看看英雷王的存在 就要設一個例子 給別人去景仰 去追蹤 一眼的明燈 就是你看到大海裡面 迷失了 終於見到一眼燈 進入一個避風港 是吧 就是好像鄧保平安 有一個指引 其實有這個重要性在 那 只不過是皇室 就一定要明白清楚 你不是別人服務你 而是你服務人民 你給一個guidline 給一個指引 指引 設一個moral standard 設一個道德的規範 讓別人跟著來做 就是不是說 你在家裡面 可以開8P 就是這個獨龍磚 搞到你睡覺 你真的玩選妃 玩幼稚 就是不可以這樣 就是不可以中獄過度 不可以亂來 就是要黑己 不可以亂花錢大花童 就是你但是要做些 體恤民情啊 體恤民意啊 救助弱小啊 慈善的事情 那這個樣子 就真的好看他們 肯不肯用心去維護好 這個形象的事情 就是 但我覺得皇室 是有必要的存在在 是 即是他在講一種 是規格 是 講一種人的一種 是 價值觀 精華 價值觀 是 就算你不是說學他 都好 他都示範著給你看 是 我覺得這個是需要 因為 之所以為人 其實你是需要去不斷提升 自己本身對於 所有周邊的東西 是 自己個人 規格 那些東西 應該是 有些東西 跟從 如果沒有 其實就很簡單 你就是 吃灑的豬 那些一樣 跟畜生沒有分別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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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想起那個八隻字 剛才你這樣說 八隻字就是 一個小學的校訓 就叫做 非以逆人 乃逆於人 這件事就是 他做得到 原來是一個很難做到的事 所有人一旦權力在手 都會迷失 是 最難得就是一個 有權不用的笨尺 你看 你看看食安處給了權力 他不就是玩得夠一些阿叔 被捉得夠人家 除罩吃煙 你們都很慘 等垃圾 都叫我去做 是不是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這個君曹 君曹 有一集我找不到的 很可笑的就是 看那個君曹 是啊 他媽媽二等兵有一天 就代替了君曹那個位 他初頭 他媽媽二等兵 是一個很謙卑 很尊重君曹的人 是 他一旦權力到手 他什麼事都要說事 是 是 是 很恐怖 但是 這些事情是 很小的小朋友就要教他 千萬不要 等他 就是 無緣無故 上了位之後才告訴他 權力到手 啊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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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嘗嘗嘗嘗 即是 當年風火氣諸侯 那樣東西 都是權力到手出事的問題 你覺得非常之好 展播兄 這一個就是要看一個人 就是面對權力的時候 那種的折制 有很多的事情 就是 現在他手上 就說 這一個手上 就是 話了事 整個政府 是吧 即是 王室 就是這個 這個董事 是吧 董事長 這個手上 就是這個 是一個CEO 那CEO 就是代理你這間公司 那但是 你見這個董事長的時候 就是 每個星期 可能見一見他 或者每個月 見他的時候 就要述職 說一下你最近的公司 情況又如何 董事長拍一拍他的肩膀 喂兄弟 你不要蝕我那些公司 你老闆的股價持續向下 搞得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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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都搞得給我債 你搞好這間公司 你自己搞得好自為之 當然 他有一個說法 就是你的CEO 做些什麼 英國的君主 可能會say no 或者不肯簽字 或者不肯贊成 但是永遠 其實通常 就是不肯搞任何事情 就是有夠這個CEO 繼續去做事 因為 把我權力下放錯 我就看你的股息 派不派到東西 公司的股價 潛至向上 公司的營業好不好 就是在市場上的走勢是怎樣 他看這些事情 但是一個不小心 董事長 又要干預這個CEO的做事呢 那就大了一幕了 公司就很忍耐了 是啊 這些事情是整定的 世界 永遠都不知道 你遇到過什麼人 還有他晚年會不會改變 突然間 就是有些神志不清 有些神志不清 他想過其他事情 都可以 所以 一個 機構的成功 一個 一個 組織的成功 其實 是很多天時地利人和的事情 我們很佩服 英國有一個 標籤 能夠可以 去到今時今日 希望可以延續下去 講講地球的另一面 有兩條黑人就見面了 是啊 是啊 你怎麼看呢 我始終沒有很不明白 展博兄 這個10月16日 就是這個二十大會 在北京裡面 由這個習大大 就是去主持的 那就是 就離開股東會 就是 周年大會 你作為公司的董事長 或者是主席 你是不是應該很多事情要兼顧 那些年報 打成怎樣 有沒有錯八字 用些顏色好不很好 那個outwork做成怎樣 數計成怎樣 然後跟著公佈新的bord的人選 哪個可以負責看數 哪個負責拿樁 如此類推 分派那些不同的業務 哪個負責這個department 喂 理論上 應該很多事情要搞的 那 怕不怕一個不小心 結果出了國之後 突然之間公司的股份出現變動 是不是 結果大家去投票 選這個人 繼續要做林莊 做主席的時候 突然之間 現在賭歌雙向 全部 那些票都去了 第二個候選人身上 我就站在那裡 回來的時候 世界不肯同了 就是 浪費些時間 走去哈薩克 又要去烏茲別克 做什麼呢 我始終都不想明白 這件事情 歷史告訴我 很多的國家領導人 特別在一些權鬥 那麼危害的國家裡面 適逢 現在國家裡面 又有這個疫情 理論上 是不是應該乖乖地 坐在家裡 不要走來走去 不要走來走去 都兩年多了 不要再過了會才出去 是不是 為什麼這麼急要走 我始終撞頭 我不是很明白 你看看法 我想聽一下你的說法 我就不用正式去說 因為這件事很冷悶 很多事情不確定 如果純粹兩句 就是說 習大大就繼續支持普京 就是告訴你 安定他 但是用畫面去說 就是這樣的 話說上海灘 許文強呢 就在酒會裡面 就依鄉併影 就來公賀他 開新鋪這個行為 就是這個事件 就去做公賀 其間呢 他隨從走過來 就跟文強兄的耳朵 爭了一下 說了兩句 文強兄就放下酒杯 直奔就門口 話說好兄弟丁曆 就衣衫藍樓 整個乞衣 就走過來跟他說 強哥 不是 他叫文哥 文強 文哥 我 我 我做了你那件事了 但是現在被人 就是叫做 趕入窮漢 飯都沒得吃 你可以幫幫我嗎 文哥呢 就把他的大衣 就脫下了 就披在丁曆身上 然後就說 行了 你去哪裏下腳 我會找些兄弟過來接濟你了 這樣就打發了他走 是不是 整件事 就是現在 普京就是打了一場仗 全身不行 然後就跟習大大說 喂 你又說之前全力支持 現在又把嘴巴都不行 是不是 那你到底怎樣 他現在就走出去 酒店門口那裏 跟他說聲 阿力 放心 我們會接濟你的 哈哈哈哈 他在做這件事 而已 我看到這件事 就是這樣 當然 他那個接濟 我自己的看法 就是有幾種不同的方法 去接濟 如果你明刀明槍 這樣去接濟 你就跌了一趟混水 你也想到很難翻身 聽說 今天 這個美國佬正式 就是會考慮 不肯同制裁的方法 再加強制裁這個中國 就是很快又會公佈 就是除了那些chips 那些晶片 就是不賣給中國之外 禁售 現在應該又有一台新的東西 去出籠 那就是可能 在這個時間 在這個時間 那一齣戲 在這個時間 當阿丁力披著強哥 果然生氣 走了之後 就突然間 就圍了一班 拿著機槍的朋友 最後那一刻就是 阿文哥被人亂張 那些法國佬射到蜜蜂鬥 那樣 現在是那個時刻之前 那樣的情況 我才可以這樣說 是否很難遲一場戲 但是阿丁力本身就是在想 那樣東西 就是他其實是許民強 下一場戲就是 當他二十大臨上之前 如果你再不給我任何的利益 我就在黃澄澄 跟他結婚之前 就衝進他教堂那裡 澄澄 那樣叫著 他二十大 OK 看看有些甚麼玩 那些神經病 玩到那個 國際的政治 全然是小學雞交往 那樣 我不跟你玩 我跟你玩 那樣 就是人命來的 現在地球裏面 烏一蘭 打到這樣 是不是 之後又有飢荒 又成 第三世紀的國家破產 那些人還在那裡 玩 我支持你 你支持我 但是沒有實質做到甚麼 但其實有一個實質做出來的 就是見到 有一些報告 就是說 俄羅斯和中國的貿易 是頻繁了 是多了 做生意做多了 那就是 雖然中國人 沒有明刀明槍 就好像金仔那樣 考慮 會不會賣子彈 賣槍炮 給大哥 或者放給阿文 阿丁力 但是實際 你這樣跟他做多生意 變相 已經是暗简支持著這個 普丁 這件事是 擺了桌面的了 問題就是 西方國家 我就說過次序 大家就先搞 烏克蘭這場仗 是 中國就可以做的 就盡量是民工 因為 你沒有客人在做的 但不夠軍力 不夠水源 哇 他現在做的事情 就有幾次踩界的了 展博兄 你知不知道像什麼 他就像 你有沒有記不記得看 這一個 破壞之王 大師兄 是不是跟外賣仔 在擂台上面打著 是 其實他們只是對視 是 然後 吳晚達 拋一下刀 拋一下那些扁鑽 拋一下手錄彈 在這邊拋一下拋一下 他在台海面 做的一樣東西 拋一下浪頭 嚇到你 你明白不明白 他已經在做的了 沒錯 在做的 但是 現在的情況就是 你看大家的火力 先搞定烏克蘭 然後 烏克蘭 可能光復了 搞定了之後 下一步才再跟你算獎 而他們兩人也明白 如果烏克蘭拖得久 對你有利 阿力就跟文哥這樣說 文哥也明白 所以就會叫兄弟去接濟他 文哥就不能出面 因為江湖追殺力 已經在搞定烏克蘭 對不對 所以那個事件 你看成這樣 你就會很簡單 就知道 阿文哥出來給他一件衣服 他穿著 暫時是這樣 他做不到什麼 你拿機關槍給阿丁力再做事嗎 不是 那你拿機關槍出來的 法國佬就亂張掃死你的 是啊 所以那個事件現在是發展中 那我們就希望 就不要他們來夢了 因為我懷疑 設計對白 千萬不要當真 OK 那說什麼呢 普京就說 你說 你又說 錢到人到時間 又是對男人在錶 那樣 現在你去男人在哪裡 那樣 肯定是這樣說 一見面就屌老母 習大大又用回之前的那招 不是 我們呢 其實是有個大棋局的 根據我們探子回報 就是 其實我有個秘密武器 你拖累到我二十大之後 就OK的了 就包涵一下 就是這樣 那普京就 沒辦法 就說 不給你了 你先給我些什麼 不可以 海面給 不如我給一條男人 再轉給他 再地下過給你 就是講一下渠道 怎樣 他們本身的戰略 就大忍到 就是說 不可以用美金 我們人民幣就跟你買東西 你又拿著些人仔出來 怎樣怎樣 跟著有普京說 你銀行沒有了 你拿什麼東西 錢都沒有用 那可能就是 全部東西要對嘴 普京要解釋 給習近平聽 你給了我的東西 用不到 是哪些 哪些東西用得到 所以就去最高級別那裡 就要習大大 額頭 可能就是 再行一些 幫到俄羅斯的東西 而俄羅斯很清楚 一件事就是 如果長將不可以拖下去 其實習大大便會出現 勒索他這件事 我一定要拖 你一定要給我錢 我繼續拖 說這件事 俄羅斯很危險的了 你看到 是否對俄羅斯的益處 有這個利益 對俄羅斯的益處 就是大協 很可惜 一眾粉紅 Lancy 以為俄羅斯很討厭 即是陳偉敏的姿態 狂風掃落葉 打殘 這個澤連司機 誰不知 情報又差 戰鬥指揮又過時 人家聲東撃西 又看不穿 他的動向 它就撩姨子掌 人家行車 怎麼樣可以行 行爭 Doom 真是 結果現在都過錯 看回維護西方的民主價值,其實他們不是說得那麼末世 其實國防外交都是天天在做事 當2014年克里米亞出事的時候,其實他們已經在那天開始怎麼想反攻 而你看到他今天逃出來的東西,是他們真的有想過怎麼反攻,由習近平不投降 到打到今天,其實你看到他不是一個去年開始的劇本,原來是2014年開始的劇本 大家所謂制裁他,引咎他,其實就是因為知道自己的弱處,重新再做過所有的防禦工作 到今天打得成,其實是一個不容易 其實他的抗戰是八年,八年抗戰 那回過劇本走,在適當的時機裏就走一個Plan A 適當的時機就走Plan B,Plan C,一直走下去,是嗎? 烏克蘭這次碰到了,其實他就入歐盟,當之無愧的,我覺得 嗯,不過,你又怎麼看呢?有很多現在那些跌落地那紮沙 眼鏡啊,跌到一地都是那些Lance評論員 就說,哎,吵你老闆,你那些人,你看看你今天,是嗎? 就是美國的這個獨禽獅子數,插了一千幾點,昨天又插了八點 吵你老闆,你捱不得到這個通脹,這些東西這麼貴 你那些人家窮過黑特種警衛,油價又貴 吵你,因為冬天你捱不得捱到的,通脹過高,那些人家又沒有錢的時候 吵你老闆,你還有錢,還有武器去支持烏克蘭 吵你老闆,你怎麼會說你,吵你老闆,阿洛舒華辛力啤,吵你老闆 吵你老闆,最好打的武士兵,你都沒有錢,沒有錢,沒有軍火 你怎樣去打到這個俄羅斯啊,未必是這麼好啊 你又怎麼看這件事呢? 我就這樣說,問題呢,當然是天天都多的 問題天天都多之中,他們評論那些東西呢 是為了一個口爽啊,心快啊,那我都沒有辦法的 因為你始終都有一些東西自處,去講自己的立場 要打飛機才行啊,對不對? 沒錯啦,即是如果一條女兒,見到另一條女兒,她太過靚 靚到美若天仙,我們個個都供應她很靚的時候 她都會說些說話,你知不知道,那個美女啊 我跟她去廁所的時候,我聽到她是什麼? 柯蘭斯啊,這樣 她是人來的嘛,始終你所有東西都有角度的 你都有一些不是很強的時間被人說 但這件事影不影響那個大局呢? 美女、柯蘭斯啊,如果你聽完之後沒有影響啊 就是這樣意思而已嘛 所以我們都會覺得她說得是一些事實 但是又影不影響那個大局呢? 我覺得不是重點啦 反而我們去做一些評論啊,大家吹水說這些東西呢 就是是不是一些真的對大局有影響的資訊呢? 我們反而是需要去專注的 嗯,那我自己的看法呢 就是剛才所說的,我簡單一點再講過一點 兩個國家,中國和俄羅斯呢 我個人認為呢,一定會加強彼此的這個合作 究竟這個合作呢,就是擺明 就是好像以前俗心國希特拉和東條英基那種的合作方法 揚引她和世界對戰呢? 還是有一個呢,就是我沒有啊 我沒有人支持她啊,沒有人支持她啊 但是你經常都過錢給她啊,和她做生意啊 買她那些加冷鬥啊 不值錢的垃圾都高價去買啊 變相買那些東西 又或者在這個台海裡面呢 好像剛才所說的 在學吳孟晚大個角色 我沒有拿刀砍你啊 但是不停在拋一下這些 什麼叫斧頭啊 扁鑽啊 尖刀啊 嚇嚇你啊 這樣的情況 對你構成一些的心理壓力啊 你又催我,我沒有打你啊 是吧 但是擺明就是威脅了 你是否從事可以應付兩個戰線呢 還是怎樣的情況 那麼加強了兩個之間的一個合作 又或者好像方展博你剛才所說 找多些的兄弟一起做大多的生意 讓多些人可以給到好處 或者是收穩到俄羅斯的一些的 產品啊 石油啊 交易啊 促進啊 俄羅斯有多些生錢入啊 那就是將他們聯盟成一個 就是盧布也好 人民幣也好 一個經濟圈呢 我似乎是覺得他們想做的一件事 他們本來呢 就想抱天蓋地呢 就一夜做夠美國老世界 就動去美元百元地位的 但是那個問題呢 就是那些東西 那個出招呢 就可能被人超前部署 就玩夠了他們 就是黃 現在呢 就變成了規模小了 嗯 還有你要遇上一些高手的嘛 就是我經常都這樣說 如果大陸 他真的走回那套滿星法太財 走多十年 將我出口擴大 然後交易是用微信去做的 不要堆倒微信啦 不要堆倒那些交易啦 不要被那些貨流停啦 其實十年後呢 你就算我在英國呢 可能那些那些鬼佬呢 都是要講普通話去訂貨的啦 因為你太能夠底 又可以 就是叫做顛覆了一些稅項啊 各樣的東西呢 你怎樣倒閉都倒閉不到 因為互聯網太快了嘛 是 那麼就區塊鏈呢 可以做保密加密啦 全部東西其實就是 真是他的世界 是 你要預料到一個 是 你要預料到一個 比特幣的交易 是不是 你預料到一個天才 用十年時間 將西方國家的人民 醒覺 這些真是很擴世奇才來的 才可以做到現在 今天這樣的局面 叫做醒覺去跟他對抗 那我就真的很佩服這兩位啦 希望世界就跟著 你老闆啊 耶穌啊 那個安排啦 我會覺得像是這樣 多過什麼啦 怎樣安排到一個天才 坐這個位去 令到全世界會反共 是啊 是啊 因為如果真的遲些醒 真的會倒閉的 你想一下 是啊 好 他生產所有的基地都在你那裡 生產了一顆韋哥 一顆螺絲 一顆車 建築材料 全部都在你那裡集中 那些暗糕左膠 就是地球一體化 就是享受便宜的東西 將一些難搞啊 污染的工種 全部都給他搞 他不怕變成X-Man 就是喝夠他這樣做 跟著發展這個網上理財啊 互聯網世界啊 網上購物啊 其實他一直都在走一個 是很令他有好處 就是兩邊大立的方向 但是很可惜 在未成熟的時候 就吵你老闆 混蛋 就是好像玩話事啤 你埋手拿了一把煙 再派一把煙給你 你不用碰你老闆 在這裏插牌的時候 插到總街都看得到啊 大佬啊 是啊 然後又說 我現在要開你 那樣 是 那個位置 你只有三隻牌 開什麼東西 不懂得規矩的 那種狀態嘛 是 我覺得這個 真的是上天的安排 上帝的安排 很厲害 那我們說一下 關於美國升息 令到股市狂塌 我也想了解一下 為什麼美國都要加息 加得這麼瘋狂 還有那個增幅 是去到這麼大的地步 有些什麼 是 現在他這件事 對周邊的影響 有很多事件 浮現 但是很多人都是看單一件事 例如他升息 強勢 大利年 強勢 大利年的金 boo 為什麼呢?因為我們早前有個作家叫吳嘉隆,是一個財經很厲害的人,台灣人 他寫了一個很簡單、很容易了解的內容,就是說美國的暴力聲色的意志在哪裡 其實它是涉及了一場仗,現在是中美國力最大的動作 為什麼呢?因為其實美國聲色就會令到很多在中國裡面的資金需要回去 而它是沉滅了所有的可能性是怎樣拙錢回美國 也都令到中國抽銀金,簡單來說就是印人民幣都未必可以解決到那件事 我建議,因為那個內容比較長,但也簡潔的 我就看過這一集,給大家一個連結參考一下,會比較好 在Facebook的 可否簡單解釋給大家聽一下呢?我的理解就是,當美國佬加息 加得這麼厲害的時候,萬劍歸宗 很多人在外地的資金全部留回到美國那裡 放入銀行那裡,再存款去賺息 如果你跟不想到的話,換句話說,你在國家裡面的外匯 全部都會留走,就留回到美國那裡 那就大量瘋了,是吧? 但如果中國加息對它的影響又會怎樣呢? 如果它不跟,你會怎樣在這想法呢? 我用一個簡單一點的比喻就容易一點 不過這個比喻就好像醜化了美國,不過沒有問題 從來它都是做這些事情的 有沒有見過那時候看的那些片,叫做什麼? 菇爺仔啊,那些呢? 是 那菇爺仔怎樣賣女兒去火坑呢? 就是給那些女兒去吃 這個是後期,前期就叫她喝杯東西,跳舞 那菇爺仔就是帥仔,對不對? 然後菇爺仔就請她喝酒 喝一下就說,這些好東西就試一下 那就給她吃,或者一些硬的東西 那慢慢你剃了東西之後呢 那就跟菇爺仔,因為菇爺仔有錢 所以呢,剃東西是不用錢的 那你剃到差不多的時候 有一天,菇爺仔就跟你說 我呢,自己都很不忍耐,被人打到一身 即是她的股市墊在那裡,混蛋 你要救我就唯有賣身的了 這是一種方法 另一種方法呢,就是呢 直接就暴力升息了 就是跟她說,現在沒有毒品 毒品自己給錢買 除非你出去做雞 我就可以分些給你 那這個過程就是 美元就是這種毒品 當你低息啊,好借的時候呢 很多國家就會覺得 美金借了,你有排都還沒加息 我等於拿回去先玩了 再慢慢還 那很多人就會拿到 就是給我很低息還,繼續花錢 是啊 我就會拿到一些美元回到自己的國家 做我的生意,做我的基建 基建的意思就是那些公路啊,鐵路啊 各種東西 總之就是這樣 那你一個國家,如果她本身那個財政穩健 其實這樣做就OK的 你息低,那你的錢就好用 那我借了回去,起完一些東西 是起工具的,然後做多些生意 是吧 那我賺了一些錢,我們還息 是吧 是啊 那我這個debit就是一個 好的debit 但是如果一些國家 他本身是貪污成盛的呢 借了一些錢回去呢 就一定是 抑鬱了,角尾尾 是啊 低那些就按腳啦 高那些就按雀仔 是吧 再高一些就全套啦 其實他拿錢先做那些事情 那你很快就錢就洗完 明天要上班 明初四那樣 那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現在面對阿強國 阿強國面對的問題 就是他過往 他那個四萬億的印出來 還有很多民企 去美國借了一些 就是在金融市場裡面 問市場借了美國債 以美元去做那個借貸 最後現在美國價又升 就是美金又貴了 息又升了 那變成你還款壓力又大 你找回一些美金回來還呢 就是輸匯價 是 在這個情況之下 就對整個中國裡面 所有金融 就是所有的做生意的機構 都是叫做抽銀金 就叫他們快點要還回來 令到中國裡面呢 很多的行業啊 都會受到這種壓力 那就是 包括他很多國企都是這樣做的 他就唯有把現金又還債又還高息 就是假不想怎樣 所以這次孤爺仔被人打 就是假的 即是跌市 假的意思是他有限商 而實際上就真的想賣對手下去做雞 這個就是一個事實 我用這樣的比喻 大家會容易明白 但是如果在學術上面寫得清楚 就不妨在吳家郎寫這個 美國暴力的文章 很短 很清晰 你就會看到輪廓 為何美國會做這件事 嗯 如果是這樣 人民幣又 沒有人要 就瘋狂的貶值 貶值的情況之下 中國作為一個強大的輸入國 什麼東西都要在外面買進來的時候 那不就真的是欺凌 哪有錢買啊 是啊 現在的問題 人們就說 人民幣是自己印的 他印了 拿出來用就可以了 問題就是說 有個數目在這裏 就算我經常都說人民幣 是不用一堆號碼的 可能湖北有三套 我經常這樣說都是全文 我承認我說的是謠言 OK 但是問題就是 就算他真的印也是要有個數目的嘛 如果他印得多的時候 市民會知道 或者在裡面的春光額會知道 那你就會開始造成一個資金外流 這個問題是貶值 這個問題 好了 貶值什麼問題呢 貶值呢 就出口就好 如果你正在做生意 但是問題就是 你買些原料回來就很貴 所以其實貶值是沒有好處的 是不是 明白 還有 你日常生活裡面 你吃東西 我整天都說中國是不是自給自足 這樣一早就知道 不是 他要靠輸入美國 巴西 那些大豆 去做麵 全部都是要拿美金去找數 去餵人民的 為什麼金仔那些人民那麼餓 只有他自己那麼肥呢 就是因為他一個人有美金 那些人民沒有 這麼簡單就解釋了一件事 現在的情況就是 你沒有辦法脫離美元體系去做貿易 這個動作 你講說 跟普京很好談 我們可以用黃金交易 人民幣交易 其實都是一個很有限的交易量 就變成受惠不到全國 那你最後怎樣 就是國富民窮 那種狀態就是 國的意思就是 你本身管治中共國的人 就是國富 民窮就是你所有大部分 九成的市民都鵝鵝 這個問題是很嚴重的 所以他不能夠去 立聯貶值會 做成更大的民生問題 民怨問題 所以他們暫時是兩面難的 還有房地產都含得很像微糖 第一 就是你如果要加息去浪 根本人家搞不定那個案件 根本沒有錢去供樓 第二 人民幣貶值了 你的房地產外資又不會投資 以前人民幣在升值的時候 我還記得 你進去裡面買的 人民幣這些房地產 對著港元 只要你100元變115元 變相 就算樓房不升 只是你人民幣也升了15% 你已經是賺了 那時候我還記得這樣說 是的 很多種在升值的時候 說的那些妖言抹中 是很容易的 是 因為心紅了 你不會想到跌的問題 說回個好笑的位置 昨天我經過得知島 也去了Donkey 雖然鄉印提子又不用搶 非常之划算 為甚麼呢 主要問題是恆大欠落了 所以應該那些鄉印就沒有人跟我們搶了 因為許家印一定是吃鄉印的 你不知道是真的嗎 他有些報道說許家印很有要求 抹黑他的人 又說他要吃直章的蜜瓜 又說要吃鄉印的提子 這樣要求高的 抹黑你做甚麼類似 現在大陸裡面那個明星 就說他最喜歡人家 把讀龍鑽舒服到他睡著覺 沒得有多難 讀龍鑽能夠睡著覺 神人啊 做個直播 我看過最強勁的波多野結衣裝睡著 碰他也會震一下 真是智溝善 無論如何 說真的 說金融 美國佬 華爾街 這些事情 已經是博士級 大師級 諾貝爾級 這些專才 你們說真的 有一個股票市場 金融市場 都是近二三十年的事 你惡甚麼出樣 裝甚麼大袋 你怎會救人家 正宗你動一條尾 別人都知道你可事可了 不正經做人 就買房門左道的東西 自己未夠了 就學人扮死條 是吧 一早就要被人看到底牌 現在我覺得這一局 中國的經濟也有多少人在尾堂 除非他好像周星馳在《賭勝》那一集那樣 沒有把炮、沒有神力,那怎樣? 每一波都一波子落炮,敗你了 那人家就不敢玩 敗你了 你又玩又縮,縮下又玩 人家就看通你整件事 算夠了 我們五千年文化 引辱了一個這麼厲害的天才 令到全世界人都不喜歡他 那也是一個創舉 今天是不是差不多了,老友? 好,希望下個星期有帶來好消息 我積極地安排去金鐘向英雷王致敬 好,幫我勾多個工 沒問題,你在加拿大也有位 有的,19日我們有工作 都是加拿大的女王 沒錯 大家加油,保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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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